美国有机食品哪家更便宜 性价比更高呢 大家好我是老月 在美国生活喜欢吃有机食品的朋友们特别多 主要售卖有机食品的超市啊 其实有两家 一个呢是whole food 一个呢是costco 我知道这两家超市啊都拥有众多的粉丝啊 但是这两家超市呢 哪家有机食品呢更好呢 或者说性价比更高呢 我今天就给您来分析一下 如果说分析具体的这个有机食品 哪一个营养成分特别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太专业了 最简单的就是我默认为 这些有机食品都非常好 我来分析一下 它的性价比哪个更强 那视频正是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的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那超市里啊有机食品特别多 我们今天啊就是从肉蛋奶饮料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商品拍一下 看看哪一家的性价比更高 我拍摄的原则呢就是说 有相同品牌的 我们来对比同样的品牌 如果是不同的品牌的这些商品呢 比如说鸡蛋 我们就拍Costco和Hofood 它自由品牌的这个 它的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Hofood的365自由品牌的 有机的A等级的这个鸡蛋啊 它这个是12个 价格呢是4块4毛9 Costco这款自由的有机的鸡蛋啊 我们家是一直吃的 这一盒啊是24个 它卖7块5毛9 也就是呢12个 它是卖3块8 比Hofood要便宜15% 它这个也是散养的 而且呢它的等级呢是两个A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视频的对比 都是用Costco的价格来对比Hofood 这个肉类啊 牛羊肉猪肉有机的非常少 只有鸡肉啊 有机的比较多 这一片呢都是Hofood的自由的品牌啊 这个呢是鸡胸肉有机的 这个是卖10个美元一磅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鸡腿肉 这个是5个美元一磅有机的 底下还有它的鸡翅 鸡翅呢是7个美元 1磅 另外呢它这边啊 还有也是豐富的自由品牌的 但是价格呢跟那个一样都是有机的 它自由品牌的鸡胸肉 价格跟刚才一样 10个美元一磅有机的 然后下面呢还有它有机的鸡翅 也是跟刚才的价格是一样的 是4块4毛9一磅 Costco的有机鸡肉啊 我们家是经常买的 它的问题呢就是包装比较大 这是三袋 这个呢是鸡胸肉 它的价格呢是6个美元一磅 在豐富的是10个美元一磅 所以Costco鸡胸肉比豐富的便宜40%啊 这种鸡腿肉我们家也是经常吃的 我把它去了谷以后做照烧鸡腿饭 这个还特别便宜 它这个是2个美元一磅 这个是有机的 比豐富的要便宜60%啊 这个呢是它的鸡翅 也是有机的啊 都是Costco自由品牌的 它这个价格是4个美元一磅 这个也比啊豐富的要便宜43% 365自由品牌的有机的牛奶啊 底下有好几种 有的是添加了维生素A啊 维生素D啊 有的是减少了脂肪的 所有的都是一个价格 是7.69美元一个加仑 这种包装的 所有的365自由品牌的 有机的牛奶啊 基本上都是4块4毛9 半个加仑 Costco这种自由品牌的 全指的有机牛奶 这里面呢是三盒 然后呢每一盒是半个加仑的 它的卖价呢是12块8毛9 算下来呢 每一瓶是4块2毛3 比豐富的要便宜6点多啊 豐富的这个自由品牌的 富士的有机苹果 这一袋啊是6个美元 它是48盎司 折下来呢是2个美元一磅 其他品种的有机苹果 基本上都是3个美元一磅 这个苹果很不错啊 而且个头很大 你看上面也是3个美元一磅 Costco里的有机苹果非常少 只有这一种啊 这个呢一袋是3磅 但是它的价格啊 每磅是1.59美元 算下来啊 比豐富的3个美元一磅的 便宜要接近50%啊 但是这个品种 比豐富的少很多 Costco这个呢 和那边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全家啊 都是非常喜欢豐富的这个超市 它的有机商品的品种 特别特别多 绝对秒杀任何其他超市啊 另外呢它确实有很多很不错的商品啊 而且呢包装都很小 所以我们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超市的 豐富的里面 有机的蔬菜品种还是比较多的 自由品牌的有机的小菠菜 它这一袋呢是3个美元 折下来每磅啊 是9.57美元 Costco这种小的有机菠菜啊 也是洗过三遍 可以直接吃的 它这的价格呢 是4块2毛9一磅 比豐富的要便宜55% Pitz的啊 有机的咖啡 看看有机的 这个是1磅2盎司的 这个价格呢 是卖17块7毛9美元 折下来呢 每磅15块8毛1 它这个是咖啡粉啊 是深度烘焙的 和前一段我们在Costco买的是一门一样 同一款Pitz皮爷的有机咖啡 这个Costco的包装啊 是2磅的 稍微大一些 今天呢正好有特价 便宜了5块钱 所以它卖12美元 每磅呢就是6个美元 这个就比豐富的要便宜62% 365自由品牌的有机的面粉 All Purpose 它这个价格呢是9个美元 它这个是5磅 每磅呢是1块8 这个Costco自由品牌的 有机的All Purpose的面粉 我们家最近啊吃的比较多 就是比较沉 这个包装啊两袋20磅 每磅的价格呢是8毛7分5 这个比豐富的自由品牌啊要便宜51% 这款麦片啊超级推荐特别好 它是有机的 然后呢还是飞转基因的 它也是发芽的 这个呢原来我在视频里讲过 这几乎啊是麦片里头最好的 在这款的价格呢 它这一袋啊是24盎司 是1磅8个盎司 它是卖8个美元 也就是说呢 每磅是5.33美元 同款麦片啊 这个麦片非常推荐 Costco呢它包装比较大 5磅的 卖10个美元 这个价格呢比豪富的要便宜62% 这个品牌啊很网红的 泰国产的 有机的粉色的椰子水 在这款呢有很多种 我挑了一个最普通的 然后呢是最大的包装的来对比 这个呢是946毫升 它是卖10.49美元 折下来呢就是每一升 是11.09美元 这个价格啊是豪富的价格 这款椰子水啊 和这个豪富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它这个包装呢 这一盒啊是6瓶14盎司的 一共是2.5升 它的卖价呢是13块6毛9 算下来比豪富的便宜51%啊 拍摄下来啊我发现 所有的产品 Costco呢都比豪富的要便宜 如果说只便宜10几20%啊 基本上都不算 那特点呢就是 Costco的产品包装都特别大 如果你家里人比较多 吃着就比较划算 豪富的呢包装就比较小 但是豪富的其实总体的 有机食品的种类啊 比Costco要多很多啊 但是价格只要是双方能对比的 价格上Costco都是有优势的 最多的能便宜60%多 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啊 还挺多的 所以呢你们觉得和你们想象的是一样吗 那我拍视频啊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一些商品呢也没有拍摄到 两个超市里都有一些啊没对比上 因为拍摄时间有限嘛 所以呢就拿视频里的这些 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视频呢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